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模拟数据好比我们的语音 数字数据好比我们以二进制形式表示的文件 那么模拟数据它是一个连续的数据 数字数据它是一串移散的信息 移散的零和一的序列 信号则是我们数据的变气或者变磁的表示 同样也可以分为模拟的和数字的两种 模拟信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连续波或者阵弦波 这个数字信号就好比我们的脉冲信号 那么脉冲信号从这个图上面我们还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之前所介绍的一个内容 就是脉冲信号的频率越高的情况下 它的衰减它信号强度的减弱程度越明显 另外呢脉冲信号呢可以进一步分为单极性脉冲和双极性脉冲两种 在单极性脉冲当中我们用脉冲信号的有无来表示一和零 在双极性脉冲当中呢我们分别用正向脉冲和负向脉冲来表示一和零 上述的信号的传播和处理的过程就被称之为传输方式 那么根据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内容 用数字信号来表示数字数据 或者用脉冲信号来表示零和一 用模拟信号表示模拟数据 用正弦波来表示连续波连续信号 显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能不能通过模拟信号来表示数字数据 能不能通过数字信号来表示模拟数据呢 答案显然也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那么传统的语音电话就是用模拟信号表示模拟数据 或者表示声音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而调制解调器就是早期上网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装置 就是将我们的数字数据调制到载波频率上 或者转化成一个模拟信号上的一个例子 编解码器呢可以将模拟数据转化成一个数字信号或者转化成一个脉冲信号 数字发送器或者发射器呢 它可以将零和一表示成我们的脉冲信号 接下来我们来更为具体的看一看模拟数据到数字信号的转化过程 以及数字数据到模拟信号的转化过程 模拟数据我们可以理解为连续波 也就是这里的震冲波 要将其转化成数字信号呢 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离散化 也就是选取一些点 进行采样 进而转化成数值 再通过十进制到二进制的转化呢 转化成一串零和一的序列 一旦转化成二进制的零一序列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脉冲型号来表示模拟数据了 当然在这个采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可能对这个连续波上面的所有点都进行采样 所以采样的过程必然会导致信息的丢失 那么采样频率的高低 就决定了我们信号损失的大小 或者说采样频率越高 信息保留的越完整 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呢 我们的采样频率必须要大于原始信号当中 最高频率的两倍才能够保证不失真 而在实际操作当中呢 我们的采样频率呢 一般取信号最高频率的五到十倍 来保证不会丢失有用的信息 这个采样频率对信号对这个原始信息的这个完整性的影响 我们可以据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 我们的音乐文件既有标准音质的MP3 也有高质量的无损音乐 这里边的差别就在于采样频率的高低 那么采样频率越高 那么我们信息尽可能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但是呢 采样频率越高 那么文件的尺寸显然越大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损音乐文件的尺寸 比这个一般音质的MP3 音乐文件的大小要大很多的原因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采样的转化过程 这里有一个正弦波 我们的模拟信息 我们选取正弦波上面的一些点 每个点呢 都对应到正弦波的不同的整幅 这个整幅呢 我们可以将其取整 转化成一个实境质的数值 实境质的数值 我们可以通过实境质到二境质的转化 转化成一串01的序列 有了这样一个01序列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脉冲信号来表示它 那么这样也就完成了一个模拟的信息 到数字信号的一个转化过程 这是模拟数据转化成数字信号的过程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数字数据又是如何转化成模拟信号 数字数据 刚才说了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串0和1的序列 那么这个01的序列如何转化成模拟信号呢 我们知道模拟信号呢 它有整幅 它有频率 它还有它的相位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些信息来代表 来表示数字数据当中的1和0 比如我们可以用整幅或者有无正弦波来表示0和1 那么没有正弦波的时候呢 就是0 如果有正弦波 有这个整幅呢 就是1 那么这样一种方式呢 可以称为调幅或者幅移键控 Amplitude Shift Key 还有呢 我们可以通过频率的高低来表示1和0 比如可以明显地看出 这一段正弦波的频率是低于这一段正弦波的频率的 用高频的正弦波表示1 用低频的正弦波表示0 这样一种方式呢 可以称为频移键控 Frequency Shift Key 当然我还可以用正弦波不同的相位 来表示0和1 那么这样的方式呢 就被称为Face Shift Key 那么与初向相同的 我们就称为0 与初向相反的 我们就称之为1 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重点介绍了 数字数据到模拟信号的转发过程 以及模拟数据到数字信号的转发过程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章的所有的内容 那么相关的内容呢 虽然理论性比较强 但是即将有助于我们后续章节 理解一些无线网络技术的细节 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